在行走中观想 在触摸中感悟 在跨越中思考 听世界 战国秦雄诸侯乱战 百家争鸣 礼崩乐坏 风出并坐 众说纷纭 让我们一起进入那个豪气冲天的年代 聆听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 见证一个又一个热泄的英雄 我们之前也曾经为您说过 秦武王当年派干冒攻击韩国一样的事情 属于典型的战略错误 脑子进水 其结果就是直接导致了 从前秦桧文王和张仪先生 所苦心经营多年的 秦国和魏国韩国的连横松动了 韩魏两国都有叛离秦营的可能 这不但给了楚怀王机会 也激发了另外一位大佬的雄心 他就是齐宣王 齐宣王这个时候开始动歪心思了 秦国不和韩魏两国玩了 我可以和他们玩了 如果再把楚老大拉过来 四国合纵一起攻秦 这不是秦国正闹内乱吗 趁他病要他命啊 于是公元前306年 就是楚怀王灭了越国以后 齐宣王给楚怀王写信道贺 并提到 王何不与寡人并力收 韩 卫 燕 赵 以为合纵 西巷破秦 您从前受妻于张仪 兵错于蓝田 尸地于汉中 天下之人 莫不替您心怀愤怒啊 可是您呢 却稳稳地坐在家里 不思报仇 却去讨好自己的仇人 好好想想吧 好好想想啊 楚怀王看了这封信 想了半天 却又不知何去何从 到底应该投向谁的怀抱比较好呢 于是和群臣讨论 群臣怎么说的都有 赞成的说 齐国说的比较靠谱 因为当初 楚国和齐国联盟的时候 秦国就不敢欺负咱们楚国 只不过后来 因为张仪的忽悠 我们派人去骂齐王了 和齐王关系一断 结果怎么着 挨打了不是 反对的就认为 秦国尽管内乱 可是受死的路透比马的大呀 哪一天的内乱收拾好了 再来收拾我们楚国 我们是跟着要捣血没了 当时楚国的另隐 也就是相国 叫昭居 他和屈原一样 也是一代名臣 是个有骨气的人 他就说了 大王 您当初受其于张仪 丧帝千里 遮兵十万 耻末大印 虽说今年向东 取了越国 但这并不足以 刷血我们的耻辱啊 必须西向取地于秦 才能刷尺于诸侯 向仇人报仇 那才能叫报仇啊 大王 不如与齐国联手 把韩卫两国 拉来当我们的小弟 我们依处齐 韩卫四国之众相押 秦人 必然下得 欢地讨饶 在经过了之前的蓝田之败以后 楚怀王事实上已经意识到 自己手下的贤臣说的话是对的 比如当初提出合理化建议的屈原 还有范居 所以这个时候 他和以前的那些小人 比如说是近上之流 已经开始疏远 而比较倾向于 听自己手下贤臣的意见了 听了令尹说了这番话 楚怀王当场冲膳 既然大王都已经表了态了 那其他人也就附和一片了 于是 楚国上上下下 就洋溢着一种勃勃生气 打算再次和秦人斗一把了 不过 计划没有变化快 就在第二年 公元前305年 正当楚国人谋划着和齐国联手的时候 秦国人看出不妙了 虽说秦昭湘王这个时候年纪还小 但是那边还有一个非常猛的女人 就是那个当初的米八子 现在的宣太后 她和她的弟弟魏然 也就是当时在秦国掌兵权的那位 一瞅 现在国际形势可不怎么妙 好像东风要压倒西风了 怎么办呢 掐指一算 哟 秦昭湘王 现在也到了青春期的尾期了 该说媳妇了 于是这姐弟俩就想了一个省钱的办法 对外声称 说是打算娶楚王族的闺女 当秦王的媳妇 而且立刻派人给楚国送去了厚厚的聘礼 楚怀王是犹豫了好久的 到底是接受礼品和秦国人成为亲家呢 还是拒绝和谈 继续当仇家呢 来来去去想了好一圈 她又改变主意了 最后她又选择了去连横 有一半楚国血统的秦昭湘王 可能她在想 秦王有一半的楚国血统 如果再把我楚王的女儿嫁过去 那我们关系应该更铁才对啊 于是乎就在宣太后的撮合之下 秦昭王和楚怀王联姻 从楚怀王那里 娶来了一个王族的闺女 当自己的王后 楚怀王一举越升为岳父 两国亲上加亲 楚国这个时候 算是正式备齐结秦了 搞定这桩婚事的第二年 娶了新媳妇的秦昭王 家官待见了 所谓的家官待见 意思是自己开始亲政了 宣太后垂帘听政的历史 成为过去了 亲政之后 秦王第一个国事活动 就是去和娘家人 也就是自己的岳父楚怀王 约好了在河南南洋盆地的皇籍见面 结作联恒联盟 作为见面礼 秦昭王把陕西和湖北交界的 湖北逐西地区还给了老楚 这个地方当时叫上庸 是一个盛产芋头和珍稀动物的地方 这块地方以前叫庸国 就是庸人自扰的那个地方 在春秋的中后期 他们闲着没事干 老鼠带刀去砍猫 居然攻打楚国 楚国一怒之下 就把他给灭了 所以后世人才有了 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这一句话 这段故事以前在养春秋的时候 谢陶为您讲过了 被灭了以后 这块地方就称为上庸 为了防御来自于北方的侵略 楚国人还在这里修筑了千里长城 后世称之为楚长城 在这一次的皇籍会盟上 楚国和秦国再一次重申了 如同儿戏一般的互不侵犯条约 大家心里都明白 这个所谓的条约 是分分钟可以被撕碎的 虽说如此 但是有了这个条约的保证 第二年公元前303年 秦国人就动手了 他们缤分两路 一路从西河一线 对魏国发起了攻击 迅速攻下了黄河东岸的蒲板 这个地方在今天山西省的永济 以及阳境和丰渡 另外一路从已经占领的夷阳北上 重新夺回了当初为了表姿态 还给韩国的五岁地区 三年前甘茂无偿还给韩国的 这一回毫不客气的又抢了回来 夺得了蒲板 实际上就是占据了魏国东马蹄的根据地 这是所谓黄河L树段的山西侧渡河药金 而占领了五岁 可以截断韩国的南北贯通的通道 显然 这两路勤兵做的事情 已经紧紧地掐住了韩国和魏国的喉咙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咱们的话题才刚刚开始 大家最期待的新节目 谢涛有声历史剧 三国道明清已经正式上线了 用超过四千级的体量 从三国时期的天下三分 一直讲到明清两代 承包未来您十年的历史学习 只需要搜索谢涛 听谢涛 三国道明清等等等等关键词 或者点击谢涛听世界电台 都能找到 同时我们组建了新节目专辑的VIP社群 在群里 我会与大家进行互动 各种福利优惠活动 都会最快在群里告知大家的 请扫码进入我们的VIP群吧 入群的二维码 就在本期节目的声音简介当中 可以保存二维码 再在微信上扫码入群 这是最快捷的方法 当然也可以通过 手动添加文史小助手 添加时请备注加入VIP群 微信号码是文史这两个字的全拼 W-E-N-S-H-I 后面再加303 加了以后 它会拉您入群的 不过你懂的 加的人太多了 所以请务必耐心等待一下 那已经有很多的朋友 在群里等着你了 要不咱们约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务必耐心